8.8健康有方 让您健康N次方 观众朋友你好 我是雅芳 欢迎再次收看三立财经台 8.8健康有方 让您全家大小都健康 那么今天要讲的话题 真的是和全家大小都有关系 有没有算算 你们一家如果五口 有几个人近视 那戴眼镜呢 那最近呢有一则消息 大家看了之后 真正不撒撒也不可思议 就是说啊 未来哦 如果我们戴隐形眼镜 要有处方签 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待会儿我们会进一步 跟大家来做报告 请专家 给大家一些意见 还有如果人呢 老化了开始 您知道什么器官会 最早告诉你 其实就是我们的蚤蚤啦 那为了防止眼睛过劳 那么三西族呢 会去聪明买这个叫防蓝光贴 到底有没有有效保护我们的眼睛呢 等一下也好好的来破解一下 好 赶快来欢迎今天参与讨论专家 首先我们先欢迎是我们三军总医院的眼科部的主任 吕大文主任 主任好 大家好 好 欢迎主任再次来到我们节目 帮我们够我们的灵魂之窗 那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好朋友 大家很熟悉哦 今天在南部看起来 为了要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加持一下 欢迎我们的高启峰钥匙 高老师你好 女生好 大家好 好 另外我们要欢迎是我们的燕光师呢 这位是胡林森 老师 老师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在保护眼睛之前 先来动一动 我们有请是台湾的运动 叫金手之三的黄庆老师 欢迎我们黄老师 大家好 观众朋友 请跟着我一动一动 请专家跟着我动一动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半蹲双手向后延展 首先呢 请先将你的双手借我 我们先把肩膀的肌肉活动开 来 慢慢的将你的双手往后向后打开 好 慢慢的回来 当你在往后打开的时候 请注意胸口打开 肋骨延展 然后腹部有力往内收紧 慢慢的再一次往前 好 我们连续动五次来 一 好 回正到肩膀 一 二 好 慢慢回来 三 对 持续保持正常吸气 吐气 好 利用这样的方式 我们慢慢的可以感觉到 肩膀的肌肉活动开之后 现在请先跟着我将臀部往后 对 好 接下来 我们试着将你的身体往前傾 慢慢的再做到刚刚的动作 将你的双手往后打开 接着利用大拇指往后延展 对 可以感觉到 背部的肌肉开始收缩 好 再把你的大拇指转回来 慢慢的再站起来一次 好 请在跟着我一次后 先慢慢的将身体往前傾 臀部往后延伸 再次做刚刚的动作 双手向后 好 再利用大拇指慢慢的转向 同时去启动你的背部 感觉到臀部用力慢慢的回来 我们可以不断的去舒缓 自己背部的肌肉增加你手臂的线条 来 请再跟着我做一次 臀部身体往前傾 好 两只手先往后打开 对 非常好 再加上大拇指往后 好 感觉到手臂的肌肉 背部的肌肉用力之后 慢慢回正 再次上来 好 希望领臀都可以在电视前面 都可以跟着我做 那我们每天都可以 从过8到10下左右 希望可以增加你的肌肉线条 那我们今天坐到这边 谢谢 谢谢黄秀妮老师 那观众朋友 您在收看我们节目同时 别忘了 也透过我们的手机呢 可以上我们三立新闻网的网站呢 那么可以透过手机 跟我们同步来做线上收看 那礼拜三呢 我们有驻站的健康顾问 就是陈伯 陈医师 也就是说当您当天 在收看有什么任何的问题呢 可以把这个题目 问题直接写在这个地方 那陈医师会及时线上回答 还有我们待会要请我们吕主任出题 考考您今天我们节目的这个尝试 那如果答对的话 我们第一要送给您是最新的这个康健杂志 那也请观众朋友把握在实验中之前 把这个答案写在FB上头 是三立新闻网站 我们随机抽样 那么送给您这个好的杂志 让大家这个长知识 好 我们首先要先请我们的主任 来关心一下这个眼睛的问题 那眼睛是出现老化暴常碰到这个白内障 青光眼 黄斑部病院等等 可是如果您不注意的话 有可能这个青光眼 它也会造成您失明的问题 好 来主任跟大家来谈一谈 而且为什么现在青光眼的患者 是不是跟我们现在眼睛过了 就三西族影响的黄斑部病院 也有年轻化的趋势呢 对 我们现在临床上发现 这个青光眼这个得病率 就是慢慢有年轻化 就是根据这个健保资料库 我们统计在102年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看 在49岁以下的青光眼患者 大概已经快要占到三成了 您在看一些案例当中 最年轻大概几岁就有这个问题了 因为青光眼它有先天性的 所以我们的病人也有九天大的 像我们上礼拜一个手术的病人 它只有九天大 所以青光眼它可以先天性 它很早就会出现 那这种青光眼的患者 他会有眼睛就会整个白掉了 父母一看他小孩生下 整个黑眼珠变成白色的 那就会来就诊 那大概里面就是一些先天性青光眼的患者 那如果刚刚是不是有一些 有遗传的一些因子吗 还是说有一些生活当中 我们去忽略的危险因子 我在我们这个有七个危险族群 我们看看 就是第一个 眼压测量起来比较高的容易到青光眼 那我们眼压正常大概在10到20个毫米拱柱 大概就是我们的血压大概六分之一 那你如果每次测量起来都大于21啊 22、23以上 那你就要怀疑说我是不是有青光眼 我是不是应该接受进一步的这个检查 因为高度近视他们现在发现说 它跟这个白内障的产生有关系 那因为它这个血流的情况也会改变 所以它跟这个青光眼也有关系 那台湾地区的话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族群 就是它是有远视眼 可是它一产生这个白内障以后 它很容易产生这个急性青光眼的发生 那这样的族群大概有什么样的特征 在我们台湾地区有四个特征 第一个女性 第二个身高小于160公分 第三个它是远视100度到300度 那第四个年纪大概55岁 想象体是属于这个族群 而且你有远视或白内障 我们一定要接受筛检 因为这个族群的患者 它很容易进行青光眼发作 那血压偏低手脚冰冷 这不是体质吗 体质会影响到眼睛 因为我们也有发现 因为有人来做检查的时候发现 主位我们的眼牙都很低啊 为什么我们也会得青光眼 那我们这个青光眼在 大家认为眼牙高是一个重要因素 可是有一些患者眼牙不高他也会 那尤其是在像日本韩国 日本跟韩国他们这个国家 青光眼的患者 80%以上眼牙都是正常的 它稍微低眼牙青光眼 那在这个族群里面 它有青光眼的患者当中 它的血压一般都会偏低 那它一般来讲 它都会手脚比较冰冷 表示它循环不好 造成这个四神经的循环不好 造成这个青光眼 我们一般来讲说 对我们一些势力退化的时候 我们要自己去找几个因素 那比如说像这个老花眼 这个大家可能比较惊艳 因为过了40岁以后 就觉得这手不够长 要手要越拿越远 看东西才看得清楚 那它主要就是我们这个水晶体 弹性变得不好 所以它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 我们眼睛以前的 这个像一个变焦的一个相机 那现在就变成固定焦了 它只能看远 看近就是不行 那这是老花眼 那非纹症的话 就在玻璃体里面 产生一些退化 这好像也是比较老 就是长辈老年人 比较会看到 像非纹症的问题 那白内障的话 就是这个水晶体变得浑浊了 那青光眼 它最主要是 眼睛里面压力高 高了以后 因为我们眼睛里面 最柔软的区域 是这个四神经 所以它会在四神经上面 会产生这个病变 这个病变会造成 看东西的视野会缩小 那视力会受影响 所以这是比较应该是 中年以上 比较会碰到一些问题 年龄越大 失力衰退之后 对 结果越明显 但是现在也说 就是老年性的 黄斑部的病变 其实因为现在 我们用眼都过老了 所以就是黄斑部病变 也是一样 有年轻化的一个问题 其实我们就请教主任 那什么是青光眼 那据了解 是说我们眼睛的一个水分 是充满在我们眼睛的水分 它没有办法 好像去代谢吗 我们眼睛里面这个 它有一个器官叫做结状体 它会产生这个水 那这个水一天 一个眼睛大概会产生3.5cc 所以我们一天如果说 按照正常排掉的话 眼压就不会高 那有一些特殊情况 比如说它排出的途径堵住了 它留不掉了 留不掉以后 这个眼压就会上升 那眼压上升以后 就会造成这个四神经凹陷 这个情况下 它就会产生视野的缺损 最后会造成失明 所以这个清光眼 它基本上 它是一个可能会造成失明的疾病 你好像清光眼的时候 我们讲不痛不痒 所以你就说 清光眼就好像是小偷一样 把你 就是应该讲说 眼睛的健康 偷偷的把它偷走 不是像说强盗 就急速进到你家去偷袭 这样 不是哦 是小偷 清光眼大概分为急性跟慢性的 急性就像一个强盗 杀人放火你就会感觉 慢性清光眼就像小偷一样 所以它每天从你的视力偷一点 那有天当你就是 我要看东西的时候 看不到 我发现说 一开始就是不知不觉 对 那后面说 怎么东西都被偷光了 你才发现 哎呀不妙了 所以比较严重是到这样子 你看它这个周围都已经有点点 就是可能 黑的就是它已经损失掉了 那如果说我们从视力上观察的话 还有什么样的一个现象会出现呢 事实上比如说像这个图 你可以看到说 正常的时候你看东西是这样子 那有了清光眼初期的时候 但它看东西某个地方 它有点点缺损了 可是你可能没有感觉 因为我们有两个眼睛 两个眼睛之间会互相互补 所以你没感觉 那到了中期以后呢 只有正中央看得到 可是因为 如果你不是一个非常注意的人 他觉得我视力都还好啊 甚至到了非常末期 这是旁边会都蒙掉 蒙掉了嘛 对不对 甚至到了非常末期 他只有正中央看得到 可是对一些老先生老太太 他觉得也都还好啊 那你如果说你去做视力检查 你只查视力的话 你也觉得也都还好啊 后来就发现 哦真的不行 那我们有一些职业驾驶 比如说因为他们职业驾驶 他考里面 在考照里面有一个规定 就是他的视野 很多职业驾驶说 他测这个视力都是1.0啊 可是因为视野缩小 他发现说 自有了清光眼 好不过我们继续来问 为什么眼压会高 刚刚有讲就是他眼部的 这个水分没有办法有效排出 可是主任啊 我们会去看眼压 好像通常就是去做见检 视力检查 他就是好像一个东西吹气嘛 对不对 就看你眼压高不高嘛 要平常的话 除非我们会觉得说 这里好像不太速 会去按一按 真的有问题 耐不住了 才会去看眼科 对 所以这为什么说清光眼 在开始的时候 不会被发现 就是因为第一个 它不像血压剂一样 血压剂很容易购买 那眼压剂的话 你要自己购买就很困难了 所以有眼压剂哦 有眼压剂 对 像我们有一些清光眼的患者 他想知道他自己眼压 控制好坏 他就会自己去买个眼压剂 所以你讲正常是10到20 对 所以这个又是什么样的 这个就告诉我们说 当眼压高起来以后 那它会造成这个四层经的破坏 因为这里面最柔软的部位 就是四层经 所以四层经破坏以后 可以看到 原来它的凹陷 正常可能在0.3左右 慢慢变大了 那越来越大的时候 大到最后的时候 你看只有症状病人看得到 其他地方都看不见了 所以它的特性大概会像这样 主任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当我们可能觉得眼睛不舒服 可是我又不知道 我是不是因为眼压 还是我只是 我听很多人讲哦 其实他去看了半天 原来是头痛 不是眼睛的问题 那我们要怎么样 一开始有这样的认知 或不会可能浪费很多时间 去挂了好多科别呢 一般我们建议就是说 过了40岁的时候 要看一次眼科 等于说做个基底资料 这时候你可以知道一下 我的这个趋光状态是什么 我的四层经状态是什么 那以后都没有问题的话 但你可以几年以后 你可以再比较一下 那如果说你说疑似的情况 比如说你去谈谈 眼下每次都会高一些 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建议说 我们做个四层经照相 那做个视野看一看 那否则将来比较说 请问一下你几年前是怎么样子 因为 你就没有基底资料可以来做比对就对了 因为清光状态它会逐渐变坏 所以你知道看 它如果没有变坏就不是清光状态 如果在变坏当中 你就可以知道说 你可以查出它变坏的速率 你甚至可以预测说你多久 你就会看不见 是那再来就是说眼压 刚刚10到20是正常 那20之后它会一直慢慢跳 还是会急速就跳 那如果这时候是不是要做哪些检查了呢 对一般来讲 眼压的测量的话 大概有好几种方法 刚刚亚方所说这个喷气是最卫生的 所以我们一般筛检大概是用喷气 因为不会接触到眼睛 那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只要喷气 眼压高了 那我们就会有一个接触式的 它是一个灵径放在眼睛上面去量 你真正眼压大概是多少 那你如果查了以后发现眼压高了 为了准确的知道 因为有的时候病人会害怕 有时候打在睫毛上面 打在睫毛测一下眼压就高了 所以你要确定说它是不是高 那我们大概就用哥德曼式的再给它测一下 好 所以这是眼压检查 看起来好像过程也比较快 也简单一些些 那什么时候要做到视神经检查 是不是就像刚刚我们画的那个格子 你可能四边周围都已经受损了吗 因为一般来讲我们眼睛的完整检查 包括刚才讲趋光 眼光度数 眼压检查跟眼底检查 所以大概我们所有病人都会做眼底检查 那对有一些特别怀疑有问题 比如说它凹陷很大 正常凹陷大概0.3 0.4 这是一个正常人你看凹陷大概只有这么大 那清光眼因为久了它压着这个视神经 凹陷就变大起来了 对对那有没有是就是老年人的话会比较普遍出现 就是正常老化的话大概会就是像你刚刚比的那个 正常老化它不见得会凹陷会变大 凹陷变大基本上还是一个清光眼的一个特征 就是清光眼的一个部分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那四大检查刚刚您讲的有就是眼压嘛 对还有视神经嘛 然后再来呢 再来就是视野 视野有的时候分为传统 那当然现在大部分医疗院所大概都用这个自动视野剂 对 主任哪清光眼的检查这么多 对啊所以因为这清光眼的诊断其实不太容易 尤其在初期很难诊断 所以它就需要做很多这个检查 对那这个检查就是说告诉你 就是说你看出去会不会有眼 因为有一些人它的视神经 它也表现出来它不正常 可是这个不正常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是一个清光眼 那下一步就是做视野 来做它的一个绝对性的一个诊断 这个可能一般就要到大医院去 对一般的诊所可能只做到气压室了 对因为健保因为它不给付 所以这个要到第七月以上才可以做视野检查 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清光眼它有闭锁性 对是还有一个叫做开放性 对对 这个我们米南语都常常讲说 我们台湾人比较比较 外国人比较比较比较 这个正好是这样子 我们亚洲人这个 这个叫鱼角 鱼角 鱼角就是这个 这个角膜跟红膜之间 这样形成一个夹角 就我们白眼珠跟我们里面 红膜红彩的地方一个夹角 那这个夹角如果大于 这个20度以上就叫开放 那小于20度就成为闭锁 那这个闭锁跟开放决定是什么 决定他会不会急性清光眼发作 所以亚洲人讲起来真的是比较苦难一点 那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病 因为急性发作会失明 今天真的是长知识 清光眼这三个字 可是你看他检查的一个步骤 甚至在后续的一个处理上面 也要花很多的时间 甚至有一些可能自费要花费 那只能够hold住 所以为什么要告诉大家 你在平常就好好保护我的眼睛 那因为现代人真的是 也让自己的眼睛过牢了 可是过牢的时候又会想说 没办法 我上班就是要看这么多的东西 看电脑 甚至手机赖去很多资讯 可能要收集起来 没办法 所以我就会想很多的方法 去把它hold住 不要让它恶化 因此你就会用吃的也好 或者是用外在防护的蓝光贴 到底能不能有效来做防护 还有如果清光眼手术 它那个过程是如何 稍等主任会继续告诉我们 郑月葱 五月葡 其实在台湾大家都知道 现在正式葡萄出来的时候 那这个呢 它具有这个沥水消肿 止咳除凡 那最重要的呢 它就是含非常高量的 这个膳食纤维 而且它没有热量 它热量非常的低 100克大概只有17个卡 所以呢 对于瘦身减肥是非常好 其实之外呢 它还能够稳定血糖跟胰岛素 所以是糖尿病的人呢 最佳的食品 最近在我们实验室发现说 这个不瓦呢 对于这个乳癌的细胞 不管是对于 这个荷尔蒙感受性 不感受性的细胞 它都有抑制的作用 所以我们发现了 非常的兴奋 所以其实呢 它对预防乳癌呢 其实呢 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食物